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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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熱喔 這天氣怎麼一年比一年還熱 我最後都快融化了 對啊 因為氣候邊緣啊 地球暖化等各種因素 不但一年比一年還要熱 而且啊 常常會有極端氣候的產生 嗯 所以節能減碳這件事情 是勢在必行的 環保署啊 有推動一個叫 靜靈綠生活 意思就是呢 大家要多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跟使用節能家具 還有使用環保餐具 這些事情我都有做到喔 不只喔 其實這個靜靈綠生活啊 可以結合私衣住行 娛樂等各種生活的小細節 尤其啊 雲林縣政府啊 把今年定為減碳生活的行動年 就是希望說可以把減能減碳的觀念呢 然後灌輸在每個民眾的心中 而且啊可以真正落實在生活當中 嗯 民以食為天 那不然我們今天就從綠色飲食開始 來看看可以怎麼做吧 欸 你不是說要了解綠色飲食嗎 為什麼要來到農田這邊啊 難不成我們要從種菜開始嗎 答對一半 我們知道農會呢 是最貼金農民的組織嘛 所以我今天有特別請到農會的總幹事 讓他來介紹綠色飲食啊 是再適合不過了 歡迎斗六農會的張喬富總幹事 歡迎總幹事 兩位好 總幹事 什麼叫做綠色飲食啊 嗯 所謂的綠色飲食它最主要有下列幾個很重要的因素 然後包括友善耕作 然後本土生產 然後減碳蔬食 然後少添加物 還有支援循環 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減少整個那個溫室氣體的排放 那換言之就是說 我們的食物呢從生產製作 然後到包裝運輸 然後烹煮食用 甚至到後半段的一個垃圾處理 然後處理回收等等 這一切都要 要涵蓋有一個健康 無毒環保的概念 然後希望說 藉由推動綠色飲食 對我們整個大地 我們的生產土地能有更好的一個保護作用 然後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 最主要的用意是這樣 那我蠻好奇農會這邊的話 是怎麼來推動這個綠色飲食的 那農會這部分呢 我們承接農委會給我們的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然後我們會藉由我們整個農會的一個 加勝班 然後藉由我們的長照 然後藉由加勝班這些班員 我們來推動綠色飲食 讓所有的班員能夠參加 然後把這個概念跟這個做法 推廣到整個社會上去 這個農會在這目前部分在做的事情就是這樣 總幹事那我知道說就是我們說農會是最貼近農民的組織嘛 那我們是怎麼去輔導這些農民或是青年這樣子 那至於青農跟農民的輔導這部分呢 那我們會藉由各種我們的教育訓練 然後我們邀請青農來參加 那甚至我們邀請青農來參加我們整個加勝班 他整個在做美食 在做這個推展綠色飲食的這整個過程 流程跟結果 然後藉由這個機會讓青農了解 我們推動綠色飲食最主要的目的跟做法 讓他們能夠深深體會 然後落實在生產這部分 那今天我們既然都來到這裡 總幹事要不要帶我們去死地走訪 然後去看看說我們青農是怎麼種植 或者是說我們可以去實際採摘呢 好 我們有一個青農叫阿嬤 它很漂亮的一個絲瓜田就在隔壁 那我們去看一看好不好 來 走 很漂亮耶這樣 對啊 這個時候來看剛剛好 阿嬤 總幹事你好 你在忙嗎 是 我帶兩個朋友來幫你拜 是 最近好嗎 最近還不錯 還不錯 還不錯 不錯 這邊作物好多喔 對 這都是絲瓜 這大概四分多地 四分多地 四分二 四分三左右 這就是我們綠色飲食的 最基本的基地就是從這邊開始 所以我們可以試著採摘看看嗎 可以 可以 我們採摘的話有什麼秘訣或者是說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嗎 我是看手指的這樣 然後三指 像這個就可以採摘了 你是說它的直徑嗎 直徑 大概三指 對 女孩子的話可能要四指 四指 大約 五六公分 對 六公分 因為它不能太大 因為我們現在人口都小家庭 如果太大人家吃物 現在北農拍賣植物都要這樣子 對 所以這才是完美的size這樣子 對 沒錯 這個是最完美的 OK 好 那我們試試看 好 對 這個就可以了 這邊嗎 對 哇 厲害厲害厲害 剪下人生第一顆絲瓜 對 我要剪了喔 好 剪了好 哇 厲害 非常漂亮 耶 上面這個部分 好 嘿 不錯 厲害厲害厲害 其實我想問你喔 為什麼當初你會選擇絲瓜是你的作物啊 因為絲瓜用榮藥的次數比較少 重點是我喜歡絲瓜的花 它很漂亮 而且它也不用太用化學的東西 所以我還蠻喜歡健康的食物這樣 我看你很年輕耶 所以你是從小就是在做一些農物這樣子的嗎 我從小學二年級就是八歲那一年 就跟著我爸爸來到斗六這個地方 一開始爸爸是種木瓜 然後之後再種香蕉 蚊蛋是一直都有的 就一直做做做做 跟爸爸做到了大學左右 因為我要出社會了嘛 我爸本來是說不然你要不要回來種蚊蛋 或者是放骨肝 我說我還會吃蚊子 因為我沒種蚊子 之後我就跟他說 人生啦齁 沒出去看一看齁 就不知道人心嫌惡 然後我就跟他說給我幾年 他說好 他就說那你就去吧 我就出去了 然後一開始在台灣 之後就去中國大陸 當高管這樣 也是科技都是科技行業 快二十九歲那一年 我就跟我爸說我想回來 我從小到大就喜歡種田 我喜歡看植物的生長 對 所以我熱愛大自然 那剛剛在下面啊 總幹事有講到說 你們上來之後要再做分級包裝 然後這裡有這麼多香 那我滿好奇你們是要怎麼分級 然後又要分幾級啊 目前的話 農會這部分也有輔導 就是特優良 因為現在才開幹事採摘的話 就是優的部分 就跟良的部分就是比較少 我的特 特就是 像這個比較大顆 就比較大顆一點 我就是特 因為它是直的 如果它是 彎掉了嗎 像這個 這個就是優級 對這種的 跟 對跟大顆這一點 其實它就是 完了兩天菜 就會這麼大的 啊這個 這個也可以吃 對只是它就是 我們剛剛在聽你說 纖維比較多一點 就是這種的 特的有就是 有分兩級 就是 特大 跟這個特 這種的 齁 就小小的 比這個 比起來就是 差一截你看 喔有有有 差一截 對對對 所以我就是分 特大 特大跟 特 特 對然後 油 對我目前 分幾次這樣 但是到後續的話 會再分 特 油 涼 因為它才採摘十幾天而已 然後快到二十天而已 所以它目前的 涼的部分 就比較少 所以目前就是 剛開始採摘的話 就是 品質啊會比較好 會比較好 越老的話 它就皮膚就不會那麼好 然後它長相 就不會像 那麼年輕的時候 這麼直 然後採大約兩個月之後 就開始會變形 我們今天主要內容是 綠色飲食嘛 然後總管是 很誇讚你這邊的 種植的方式 那想要問一下說 你這邊的種植 是有什麼樣子的特色呢 第一 我一開始 都下肌肥 就是沒有化學肥 肌肥打得很 很厚 肌肥是指 肌肥就是有肌肥 然後之後 我就沒有再 撕任何的化學肥料 然後之後就靠草 草這麼高 就噴 然後它的草就會腐爛 然後葉子 葉子也是 葉子你看現在這樣 之後我們還要剪 剪下來 也是當肥料 都是靠人工嗎 人工去剪 對 所以我這邊的好處就是 沒有再噴農藥的 也沒有再撒化學肥料 我們都是盡量用人工去包 不要讓果蠅 瓜絲蠅去叮 對 所以我這邊 還滿符合綠色食物 你突然有點害羞 對 有點害羞 可是我們剛才有看到一個 好像特別大 特別大的話 它的用處是什麼呢 你看到那一顆很多 凹凹坑坑的 那就是留給那個 瓜絲影跟果絲影去叮的 因為它會找比較大顆 因為它叮它就味道 它們就會擠在那一顆 會聚集喔 會聚集會一堆 你到12點1點的時候 去CUT 一堆的 對 所以會留幾顆 你看我們都沒採下來那個 都是要給它叮的 你把它採下來的話 它就會去叮別顆 那如果說啦 我們沒有留那些的話 一般的話是會噴農藥 然後來驅趕它們嗎 是 沒錯 所以我們是留一些食物給它吃 然後我們也可以省去就是噴農藥 然後是來做一個友善種植的部分 對對對 我們也是有釣那個 甲雞丁 它算是藥劑 是給那個工的刮食儀進去 不要讓它飛起來 就不要讓跟齒的交配這樣 那它是不會碰到我們的吃瓜的 它是用一個盒子裝著 對對對 我們就是這兩個防範而已 都沒有噴任何的容量 所以就吃得非常安心這樣 對 對 依三 我們剛才採完絲瓜之後啊 總算是說還有一個作物可以採摘喔 是在這裡嗎 嗯 我們進去看看就知道囉 好 走 哈囉 大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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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這裡這麼多小黃瓜 想請問你是專門在種小黃瓜的嗎 嗯 目前我主要就是 種植小黃瓜這個部分 然後之後再評估看看有沒有什麼 其他的作物比較適合溫室種植 嗯哼 那聽說啊你是後來才回來種植的啊 當初是為什麼會下這個決定呢 嗯 主要是因為我有兩個小朋友 然後其中一個當時候剛出生 然後我想說 小朋友要多花點時間陪伴他們 然後那個時候小的剛出生的時候 他有一點過敏的問題 然後我想說 如果我自己種植自己的工作的話 我比較好 就是調配我自己的時間 嗯哼 就是可以自由分配自己的時間 然後也可以比較多時間可以陪伴小孩嘛 對對對 欸 我還沒有摘過小黃瓜欸 我們可以進去試試看嗎 可以啊可以啊那我帶你們進去 好 好 大哥我看這個小黃瓜有大有小 那哪一些是OK的可以採摘的啊 呃像目前我採的這一種 大概它直徑大概兩公分左右 就可以做採收的狀況 嗯那基本上不管是直的還是彎的 那我們都大概以它的直徑去判斷 它是不是適合採摘 對 欸那我有個疑問 就是等一下說就是要看賣相嘛 那要哪樣的賣相是好的 哪樣是可能不OK的 賣相好的就是像我們這種 整條都是直的的 賣相就是比較好的 那其他有彎曲的啊 它都是賣相比較髒 還是說有肉採到的 它可能就是會比較胖 那我們就是用刺激瓶的方式包裝這樣 那我們就是如果附近有一些早餐店啊 還是蜘蛛餐店他們有需求 他們也會直接來跟我們購買 所以就是不會浪費到就對了 對對對 欸那我看說這樣子 小黃瓜本來就是沒有生長在地面上嗎 還是說這邊是一個比較有特色的種植方式呢 呃 早期我們也是種地面 可是後面就是因為台灣的颱風比較多 所以常常淹水 然後導致我們後面價格好的時候 我們都小黃瓜就泡根系泡久了 就死掉了 就採收不到 所以我們後面才去變更做法 就是改成現在這樣你們所看到的里地種植 除了說是怕那個颱風之外啊 里地種植還有什麼樣子的優點嗎 優點的話就是說 它的水跟肥的我們比較好控制 我們用那個自動控制系統去控制說 譬如我們用一小時灌蓋一次 還是說要幾十分鐘二十分鐘三十分鐘去灌蓋一次 那個就是我們自己可以去調配 然後就是要水分要多少肥分要多少 我們都可以用看它植株的大小去做控制 所以說這對於水分啊肥料啊就是也比較不會浪費 對… 所以也算是一個減碳的方式吧 對… 對… 為什麼剛才能弄日直的這個可以這麼彎啊 主要是像氣候的影響 它如果日照不足的時候 還是說因為小黃瓜它蠻多的藤蔓 當它的生長的時候有碰觸到藤蔓還是什麼 它就會受限它的生長 它就會… 就會彎掉這樣 對… 還是說我們的肥料 如果現在是生長期的時候 養分比較容易不足 它就會比較容易有部分的會缺取彎曲的狀況 像我們這個紙的啊 又分說長的跟短的 那基本上我們的長度如果說低於18公分 我們就裝在同一箱 同一個等級 然後只要長度高過於18公分 比較長的這一種的 那我們都算同一個等級這樣 然後… 太過長了喔 太過長了 如果它的量多的話 我們就再分另外一個等級這樣 那我們雖然是指的啊 像這一種的 這一種就是… 理論上應該是昨天就應該要採收了 可是它漏掉了 它就比較胖 所以一天而已就會很明顯的胖 對… 它一天… 像我們小黃瓜一天要採收兩次 早上跟傍晚 就等於說12個小時就要採一次 要不然它的… 夏天它生長速度太快的話 如果你不採像這種狀態 去到市場價格都比較差 所以我們這一種 就要再分另外一個等級去包裝 辛苦了老半天 我們採這些小黃瓜跟絲瓜 看起來好新鮮喔 對啊 用這些來做料理啊 一定很好吃 講到料理啊 斗六農會這裡有一個料理達人 他可是連續兩年喔 獲得盤保局舉辦的 綠料理達人比賽冠軍 今天就請他來叫我們料理 嗯… 那我們等一下就要好好學習喔 對了 我今天其實啊 又請到一個重量級的貴賓 想要跟他請教一些 關於綠色料理的內容 那不然我就請他當個評審 幫我們評分看看 要評分嗎 那你可知道我是一個 不喜歡輸的感覺的人 雖然說壓力有點大 不過我接受你的挑戰 嗯…那我們趕快去料理吧 好 走 我們剛剛呢有準備了一些餡料 那現在終於可以請林姊來 教我們怎麼手做 好喔 那我們現在就來包絲瓜水餃 好 來 我們一人拿一片那個水餃皮 好 粉面朝下喔 好 來我們取一點餡料 然後記得啊那個絲瓜的那個綠色的部分啊 可以盡量讓他是朝外的 那林姊我們為什麼要推動這個綠色料理啊 就是我們平常都是怎麼推動的 因為我們這裡是我們農會的綠色照顧計畫站啊 裡面有40位長者啊在這裡上課 所以我們中午有公餐 所以我們就會啊 把我們在地盛產的一些新鮮的蔬食啊 把它入菜 就像小黃瓜啊 絲瓜啊 現在我都是我們在地盛產的 所以其實在我們的那個綠照便當裡面啊 我們就會把最在地的那個食材啊 把它變成我們裡面的菜色 所以它就是低碳 所以就感覺這個綠色料理是對我們 就是不管是人體還是對環境來說 都有一個更好的解決方法這樣子 是 而且其實長者也不適合吃太繁複的那個料理 就是加工品也盡量就是不要醃漬類的 我們也都盡量避免 等一下那個水餃長得特別醜的就是我包的 妳像這樣子有沒有 可是我要壓的時候它就會 它就會開始往外跑 它想離家去走 沒有啊 往中間擠就好 把肚子擠出來一次 啊妳這裡要壓住啊 其實這個擠式就熟練就OK了 對啊 妳的是有漂亮可是就是 肉都會擠出來 對就是共通點就是妳們都沒有放 啊妳們是不是手指比較沒那麼長啊 我的手指 那我們就由剛才你們採回來的小黃瓜 我們來做一道夏天很適合的涼拌菜 然後結合現在中秋節抖六最應景的水果 就是溫蛋柚 所以妳幫我剝柚子喔 OK 那我來教妳怎麼切這個小黃瓜 好 這個頭的部分切一點點掉就好 然後再來我們就是要切薄片 妳可以嗎 可以 那我讓妳試試看喔 我們剛剛去採這個小黃瓜 然後有一些就是NG的小黃瓜 它是那個 彎彎曲曲的對不對 這個最適合了 為什麼 因為它彎曲妳這樣切薄花片 其實它完全看不出來 它原本的身材是怎麼樣 好 我們要將我們剛才切好的花片 放進來容器裡面 然後我們就是用糖 紮青 那我們的水也剛好滾了耶 好 那我們等待的時間 我們就來煮水餃好不好 好 好 哇 看看這些料理有沒有覺得很不可思議啊 不愧是料理達人教出來的 對啊 可以這樣完成一桌的料理 我覺得我們很厲害耶 沒錯 那既然料理都完成了 妳是不是要請出妳的重量級來賓來幫我們評分呢 嗯 我們邀請我們雲林縣的農業處長 魏森德來幫我們做介紹 歡迎處長 兩位美女主持人好 佳慧跟依珊 你們兩位好 那處長可以幫我們吃吃看說 我們剛才精心做出來的料理嗎 欸 剛開始採訪就有這麼好的料可以吃喔 對 好 那這是兩位美女做出來的嗎 是 這是我的榮幸啊 來 先讓我們的畫面看一下 你們不要太羨慕喔 兩位美女幫我做的水餃 沒錯 雖然說這個賣相不是很好看 但是我相信它裡面的料啊 我們都用很當地的食材 應該是很好吃的吧 嗯 好吃 我有吃到絲瓜耶 嗯 還有我們當地的雲林的 無瘦肉筋的豬肉喔 好吃 好吃 兩位主持人會主持之外 還會這麼好吃的水餃 我們剛才炸掉的餡 好像被我們清理掉了 喔 真的 是是是 那處長我們知道說 我們雲林啊 有在推動那種靜靈綠聖火 那在食的方面的話 我們有一些怎麼樣的推動目標 或者是內容嗎 正這個機會也做一下 正應宣導 我想這幾年大家都感受得出來 天氣非常的熱 不然就非常的乾好 尤其是這幾天又突然間 那麼多的暴雨 然後我們就發現說 其實地球已經在抗議我們 這幾年對我們地球的友善度不高 所以我們就因應氣候變遷 我們在一百一十年 十一月十六成立的 因應氣候變遷的辦公室 那張立山縣長 尤其在今年元旦團拜的時候 也宣示我們今年叫 營利縣政府叫 減碳生活行動年 我們希望把減碳的 的事情做到生活當中 那有沒有鼓勵我們民眾啊 要怎麼來 跟進這樣子的生活方式呢 喔好我想 呃我們的減碳生活行動 也是十一住行 都希望在這個當中都會實踐 尤其是今天我們的主題 就是食的部分 那食的部分其實 其實很簡單 我要跟民眾說 就是食當季 食當地 什麼叫當季 就是譬如說我們這個小黃瓜 獅瓜 剛剛我吃的是獅瓜很好吃 就是我們當地的 那當地就不用很多碳足跡 就到處移來移去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當季 它不用透過很多化學的方式啊 調整產劑啊 當季熟了就最好吃 所以這兩個原則 當然還有一個原則就是 雖然雲林是畜牧大限 我們的豬肉雞肉什麼都很好吃 可是它飼料來源 主要都是從國外進口 所以在減碳上他們 比如說講一個案例喔 一公斤的牛肉 需要60公斤的排碳量 所以我要跟全國的民眾說 當然我們這推行是 少肉多酥 就會達到你食物的減碳的部分 我想這個在食物上 可以實踐很多減碳的目的 像剛才那個兔展有拿這個好像就是 外觀沒有到很漂亮的食材 那是不是說 其實可以鼓勵民眾說 也可以選用這樣子的食材呢 我想這個我們一般在買小黃瓜 很多人都喜歡買 比較遲一點的 因為它的料理上會比較方便 可是這個美味 跟原來實力的小黃瓜 是沒有差別的 比如說我們現在看到當季 馬上要出來的文旦 跟我們小黃瓜做成的涼拌 其實並沒有影響它的美味 甚至營養都沒有影響 那尤其是我們在做很多的 像脆瓜加工品的部分 這個部分也沒有影響 所以我要特別這邊 要跟我們的觀眾特別說明 其實這種賣相 所謂的大家講的賣相 不是那麼好的 它不是NG品喔 它是真的能夠實用 而且也非常的安全 所以這個部分我要跟大家說明 就是說這個東西是可以實用的 而且是非常好的 雖然說它的外觀沒有到 就是很完美 但其實營養價值都還是很足夠 大家可以不用擔心的 就是去購買吧 是的 那是不是還可以請處長 幫我們推薦說 我們雲林啊 一年四季裡面 有沒有什麼當季的 不管是蔬果還是水果這樣子 好 那大家都知道 斗六文旦是文明全台灣 品質非常好 而且我們的文旦是頂級的 8月到9月吃完的文旦 要吃什麼呢 我們還有骨坑的茂骨乾 跟柳丁 甚至我們葡萄柚 都會到這個年底 就會有生產出來 那接下來過完年的時候呢 我們當然也有少量的文 那個所謂的棗子 可以吃啊 那我們營養是一個蔬果大餡 我們的蔬菜 是一整年都可以吃 所以我們也歡迎大家 來試用我們的蔬菜 當然肉製品是本來就是因為 它是中央工廠的 所以一整年都會供應 所以我這邊也特別推薦說 雲林的蔬果 當然我們雲林有產米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項 那我跟大家講 現在很多西化的飲食 比如我們吃漢堡呢 吃麵啦 其實大部分的原料都出 從國外進口 那我特別推薦 我們雲林的佐水溪的米 又好吃而且又有營養 所以主要跟大家講 佐水溪含微量嚴肅的米 所以吃起來是非常健康 所以這邊特別特別推薦 我們雲林佐水溪的米 歡迎大家來採購 那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這種愛地球的綠色飲食方式 絕對可以變成一個很潮的 生活方式跟態度 對 只要大家多一點用心 低碳飲食也可以成為 生活中的一部分喔 沒錯 而且剛剛像處長所講的 我們雲林可是農業大縣耶 相信大家都可以感受到 來自這塊土地的盛情款待 我們就可以把這些來自大地的禮物 動手創造屬於自己 新鮮美味的綠色料理喔 我們共同來響應 靜靈減探 永續愛地球 雲林Good Day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